新北市一名成姓男子 十多年前杀害了两名无辜的女童 在落网之后 便称是心中魔鬼作祟才会杀人 获得减刑出狱之后 在四年前又拿着球棒杀死了一名富人 原本在一二审都被判决死刑 不过被最高法院发回更省之后 高等法院认定 陈姓男子有精神疾病 因此改判无奇徒刑 杀了人却宣称自己很后悔的陈姓男子 四年前假计要应征员工 诱骗到年轻的灵性富人 以球棒将他活活打死 在落网后他却辩称自己有精神疾病 要争取减刑 但一二审都被判死 不过全案被最高法院发回更省后 却出现逆转 十八号高等法院更一审宣判 就以杀人罪改判他无奇徒刑 我做了精神鉴定结果 认定陈昆明具有精神上的疾病 但不是典型的心理病职者 如果接受积极的辅导治疗 并非无教化的可能性 因而量处 陈昆明无奇徒刑 像被告这样陈昆明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想重点 不只是他的服刑 而是他能不能够在监索里面 获得适当的治疗 陈昕男子主张自己有精神疾病 获得法官采信 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十多年前 他曾经对两名无辜女童 痛下毒手 也是变称 是心中的恶魔在作祟 才会想要杀人 最后获得减刑 但他出遇不到六年 又随机犯案 夺走灵性妇人的性命 之前被害者家属出庭 都相当气愤 强调绝对不会原谅杀人凶手 也坚决不和解 八年时间 借连夺走三条人命的陈姓男子 虽然证实逃过死刑 但全案还可再上诉 就算一类奇异 他不倒